Artifacts Monday 最牛逼的Brave Jet Game BigBrave Jet Game 他家做的揭秘游戏 一个比一个翻译有问题 喝口水 接下来将是四个小时令人难忘的 把这小孩的表情 迎接 我们所迎接的是女王历险记 死亡交响曲 女王历险记也是 BigBrave Jet 他们这个游戏公司 他们的游戏制作组所做的一个游戏系列 他们所做的一个游戏系列 他们这个游戏系列呢 总共有五度嘛 女王历险记就第一步好玩 后面四个做的都不行 然后呢 他们公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不必然 太大了 没有蛋 我研究一种新的飞行药剂 但很明显我把这页全都留在房子里 有时我会很冷淡 我一直在研究一种飞行药剂 我一直在研究一种飞行药剂 但很明显我把这些页面全都留在房子里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我会很冷淡 你什么很冷淡呢 排鸡炮不开火倒是挺倒是挺挺冷的啊 你什么很冷淡呢 颜波他没翻译错 我颜波在谁啊 我没拿回来 颜波他没翻译错 排鸡炮没翻译错 开了 and open 第一个 终表 我到底算不算你错呢 bell有中的意思 有零的意思 但是你要叫中也就算了 钟表我要是点是这个零那你多丢人啊 还行不是 那那那是这个 这个是钟表就更丢人了 这是怀表啊 可千万别试啊 然后是笛子 好 那么咱们回来了 各位观众们是不是也没有找到笛子啊 各位观众们是不是也没找到笛子啊 对吧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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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给他把这份给他扣上啊 迷人的长笛啊 平坦的木板 可可气 铃铛 不是 烟斗 拍拔 你拍拔你还不如翻一层管子呢 拍拔 拍拔 大哥抽敌的 大哥抽管子 变形炼金术式雕像 虚空之城的救世主 掌握着通上 这个说他是我们主角 他说我们主角 主角的雕像就这样了 等会儿 不不不不不不不 这个东西叫石砖 这是个铁子 这个东西叫石砖 但他是个铁子 我这总可以扣分了吧 不要说我刁难你啊 这是个铁子 一切都是发现一个疯狂的吹笛人 在俯瞰地平线的国王雕像附近开始的 俯瞰地平线的话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海平线 所以差不多应该是这个 对吧 然后呢 他那个括号扩错地方了 他那个括号扩错地方了 有人说他很神经质 导致坐船对乘客来说很危险 坐船 应该把这个括号扩在坐船上 你扩哪去了 建造中特别扩进去啊 就直接是白雪公主雕像就完了 不久前他就前往了 与前女王战斗 作为损毁的无顶塔 牢扩进去啊 然后他去了马厩 惊扰了马匹 唯一一个扩队的 唯一一个扩队的 附近的商人不得不停下货车 不是这个货车 警卫花了一段时间才发现 吹笛人从 警不要把李扩进去 之后他跑下 勒磨坊 这个磨坊的名字叫做勒吗 这是我们这座城市最伟大的磨坊 哦 那么您这座城市里面伟大的磨坊的名字叫什么呢 勒 您这座磨坊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勒 勒什么 就是勒 哦 原来这座磨坊的名字叫做勒 这座磨坊的名字叫做勒坊的名字叫做勒坊的名字叫做勒坊 不要问不要说 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一刻 我知道我穷居到最后一个 恩一不是 恩二不是 像恩三我挑成了四 最后还是要多再试一次 就这样吧 按照按照指示在地图上移动并到达吹敌人想要会面的地方 OK 先北四 那为什么还要忘回走啊 可能是比较神秘吧 嗯 嗯 嗯 哈 死了 傻屌翻译 翻译完文本 往游戏里面望回导的时候 他顺序捣错了 他翻译完他把顺序给捣成错了 我都没有看多少 我就直接就找那几条直路 我就过去了 我甚至我都没有看提示 OK Check Oh hi I am just trying to get my pendulum Do you think you could lend me a hand The box is locked Get my gears turning and I might have some secrets to tick tick Got it because I'm a clock Never mind 这个小 这个小钟做的很有意思 这个小钟就值得再给他们加0.5 这款游戏最低分数也会有一分了 Do you think you could lend me a hand 另外这个游戏有DRC 那么这个游戏最低分数可以两分 徽章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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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E就是这样用的 啥子翻译 然后徽章正章 徽章就别正章了 徽章就不用正章了 徽章正章 徽章正章 我们主角是个女的 来拿这个红桃 因为他们制作主义也也不会想到由于我这样 拿红桃挖红桃啊 怎么挖掉了一个图层 获得了一个的说明 抱歉 抱歉 什么指示物插入物包指示除菊医学插块 我的妈这个翻译 我要成为蚂蚁才能够去抓这里 但是我成为蚂蚁的话 蜘蛛不会吃我吗 火焰插块 这是随便 绿 美杜莎碎片 出血 敲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查不到 有这种东西吗 出血敲 你兄弟叫洛阳产 你表哥叫血笛子 出血敲 你远房亲戚叫真银展 出血敲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我百度我查到了 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秋叶 是吧 他实际是 他其实是这个 他其实是这个 那个东西是秋叶 我百度了一下秋叶就长成那个样子 那你打成了出血敲 我是不是得这样子啊 撤 对对对对对对对 获得了水晶类 未储能的水晶类 我都能够接受你翻译的 水晶类未储能 那待会儿充满能是不是是不是叫做充能的水晶类啊 啊 卡住了 拿搬上去 调花 这是一个中世纪的魔法都市 你为什么会有水管 一个中世纪的魔法都市 你为什么会有如此现代化的水管 这边叫绿色图腾 你这个就叫蓝水晶图腾 我知道这个谜题了 换电闸 这个谜题是换电闸的谜题 但你个中世纪 不是你有水管我能接受 毕竟水管比电出来的要晚 啊 这叫早 那你这个换电闸 你怎么换呐 你这个还有 魔法电闸 能接受 这什么 魔法世界间有保险库 我突然觉得陆夫人我的知识有点混淆了 蝙蝠有手吗 蝙蝠的手不是跟翅膀粘在一起的吗 能这么伸出来吗 能伸这么长的吗 而且前面还在 这 还有如果这个你伸出来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又是什么啊 这触及到了神奇陆夫人我支持的盲区 拿两个时钟的指针 拿着两个时钟的指针 从没听说过望远镜是这样的 好吧 为什么望远镜的镜片两个镜片的度数是一样的 为什么两个望远镜镜片明明是圆的 放到了它的这个飞行帽上自动可以变成眼镜的这种形形状呢 为什么 哇 弹簧翻译对了 它没有翻译成春天或者是泉水 迷奇翻译错了 对一个就得错一个 干嘛 女主角现在把弹簧给勒直了 不是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 关卡设计和策划 你们有没有点生活常识 那么粗的弹簧勒直了 你知道 那是一个女生做不到的呀 你知道吗 一个女生真做不到啊 这么粗的 别问 问就是魔码 别问 问就是魔法 看什么量就点什么呗 你这个游戏壁虎 我刚才没听错吧 他刚才壁虎发出了老虎的声音 壁虎可不是虎啊 这只壁虎能点 你们听 壁虎是老虎的叫声 我的个天呐 啊 壁虎他真的 原初的壁虎 又一只老虎叫声的壁虎 壁虎怎么叫 这才是壁虎的叫声吗 你咋壁虎 这是壁虎啊 只什么那就至少 乃东棟 我等于开来 不怕 多么应景啊 图书馆应该有个书本 形状 有 hang 和插块 哇 他这次做得各种插块 插入 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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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跟大团长 你俩是一家的吧 你不能 不能我用法杖 你吹笛子吗 你看这个叫做在房间下 这个就不叫做在房间上 满了 what you are too late you are too late 你能不能换一句 这些反派怎么回事啊 哎 哎 不是 这个游戏的文案 你怎么回事 图书馆是约瑟夫约瑟大国王 在与怪物作战时几年前造的 他派出了最好的巫师去收集 他们能在王国里收集到的所有苏籍卷轴和公益一品干嘛 全书空无啊 他们被藏在一扇解密的大门之后 并时刻收到保护 然而当国王在与女王战斗中牺牲后 图书馆慢慢的被人遗忘了 没有人知道是邪教徒 其美杜莎追随者 把他睡觉的身体拿了进去 他们拿起黑桃和魔法 开始建造一个不祥的地下房间 以安全的保存他们的 败鸡泡 哈哈哈哈哈哈 for your own good give up 我这个不是没有按键吗 你们不要同时下落我鼠标甩不过来啊 然后同时下落啊 我的妈妈 他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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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就一个鼠标啊 星辉是有条的 刚才三个平行下来我手怎么甩 最后boss直直的倒下去了 Brave Gent 不愧是 ArtifactMandy这帮制作组里面 垃圾中的战斗机啊 他做的他做的解密游戏全都是梗啊 他家做的这个解密游戏真的全都是梗啊 哎呀那看起来真的很痛我但我还没有设备来修理他 我求求你们这个公司啊下次再救人的时候不要再用fakes这个英文了 不救人的时候不要再用fakes这个英文了我求求你了 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中国这帮汉花蛋能干出什么来 节拍器 摆着 摆着 节拍器是1969 不1696年1969年 1696年才演 你这是忠实 魔法 咱们接下来应该找什么应该找pitch 减缩 接下来咱们来找弓 这个一个弓 哦这还有个蝴蝶剂 还有大家看这些参刀参叉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产品啊 下一步是要看让它红一点 下 实用射 实用射速 实用射速 刚才节拍器是1696年 这次实用射速是1850年 没有工业革命是不会有实用射速的 射速的 LJN评分 女王历险纪五死亡交响曲 一分 他这个DLC我不扣分就不错了 他这个DLC我不扣分就不错了 一分 不屑滚粗 那一分是加给小钟表的 一分